本月8号是世界海洋日 这一国际日的目的是让公众了解人类活动对海洋的影响 推动全球公民守护海洋运动 动员和团结世界人民开展可持续管理世界海洋的项目 然而就在本周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开始了核污染水排海设备的试运行 这意味着日本政府的福岛核污染水入海计划 进入最后的倒计式阶段 引发日本民众和全球各国的强烈抗议 据美联社报道 6月12号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运营方东京电力公司 开始对核污染水排海设施进行测试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 经过多核素去除系统处理过的核污染水 将被注入一个游泳池大小的水槽中 每一秒钟约有6升处理水 被一次性注入约4吨海水中 之后这些被吸释后的水将通过海底管道 在距离福岛海岸约1公里处排入太平洋 要处理完福岛核电站内存放的总共约130万吨核污染水 需要大约30年 东京电力公司表示 在为期两周的测试结束后 7月初日本核监管局将对排海设备进行再次检测 一旦通过了这项由日本政府主导的检测 排海程序便可随时启动 美国五次霍尔海洋研究所研究员 海洋化学家布塞勒 几乎每年都要前往福岛进行相关研究 在他看来 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的排海计划 其安全性缺乏足够依据 经过所谓处理的核污染水真的安全吗 这也是日本民众内心最大的疑问 从上月末到本月初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人 多次前往2011年 受海啸影响严重的工程浮导和磁程等地 与当地的渔业从业者 就核污染水排海计划进行会谈 但渔业人士始终表示 无法接受政府的这项计划 在海上捕了40多年鱼的小野春雄表示 眼下的捕鱼量只有海啸发生前的20% 而一旦日本政府开始将核污染水排放入海 等于是在逼迫福岛县的全体渔民退出该产业 值得注意的是 东京电力公司曾在2015年与福岛县渔业协作组合联合会 签署书面协定 协定内容包括 在得到包括渔业从业者在内的利益攸关者理解前 东电不会对核污染水进行任何处理 将继续储存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内的储罐内 自2021年4月 日本政府宣布排海决定以来 以福岛县渔民为代表的日本渔业从业者 一直在表达对该计划的强烈反对 尽管如此 东电却违背承诺 一步步强推排海计划 这让小野春雄这样的渔民无法接受 2011年 日本311大地震发生后数年 日本福岛及周边海域的海产品 由于辐射量严重超标 几乎无人问津 据美国哥伦比亚公司报道 即便在事故发生两年后 在福岛海岸打捞的海产品 也仅有十分之一符合标准 直到今年5月 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港湾内捕获的一些海域体内 放射井元素仍然严重超标 色含量达每千克一万八千贝克勒尔 超过日本食品卫生法所规定标准的一百八十倍 片方でやらない片方でやるっていう 本当にあのなんか無尽する行動をとってますから そういう点はもうやっぱりそのことだけ捉えても やっぱり不信感は募りますね これからもっと出てくると思います ましてやその流したとして 毎日基準値以下にして薄めて流すって言ってますよね 大体薄めるっていうのはその汚染があるから薄めるんでしょって思いますから 誤魔化してると思いますし 毎日毎日流していったら 絶対どこか海の底に溜まっていくんじゃないのっていう その積算されていく数字は出されてないから あのすごく心配してますし とにかく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いますね 来自国際社会的反对之声更加强烈 6月13日韓国漁民在首尔集会 反对日本政府的核污染水排海計画 同一天在日本駐冀州总领事馆前 来自冀州自治道漁業和農業团体 約2000多人集会抗疫 譴責日本将福岛核電站核污染水排放入海 核污染水排放入海 国際社会派出专家前往福岛核電站 主要就核污染水净化运输和释放设备 以其采样和分析设施进行了解 韓方专家在观察两天后表示 韓国在现阶段无法认同日本的排海計画 从去年开始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在福岛核电站第一场驱中 开展了一项实验 在经处理的核污染水中养鱼 东电称 此项实验表明 在处理过的核污染水中生活的比目鱼 并没有出现外在形态的明显改变 2021年东京奥运会期间 日本政府为宣传福岛食品的安全性 还曾专门给面向外国选手的食堂 供应福岛生产的食材 在2022年的七国集团峰会上 福岛零食甚至也登上了外交舞台 食人英国首相约翰逊虽然带上了福岛零食 但并没有解除对日本核富社地区食品的进口限制 今年5月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 日本政府不仅特意为前来参加峰会的各国政要 外媒记者准备了福岛县的食品和饮料 还不忘将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事宜 写进了G7的联合声明中 国際社会に対しましても 様々な機会を通じて 科学的根拠に基づいて透明性 持って丁寧に説明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 IAEAのレビューも何度も受けておりまして 能不能排的这个决定权 是国际法做出的 不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做出的 实际上很大的一个误区 包括日本的舞蹈 现在把大家引到什么地方 只要原子能 符合原子能机构我就可以排 不是这样的 你符合原子能机构 只是你达到了一个潜质标准 最终的那个排能不能排是海洋化 联合国海洋化工业 是国际法做了算的 在英国广公司看来 人们之所以对派海计划缺乏信任 有一个重要原因 是东京电力和日本政府 在这一问题上曾多次撒谎 失信于民 2011年事故之初 东电否认污染水泄漏 在多家国际科研机构 给出数据后 东电才在2013年 承认高浓度污染水败泄 2015年 日本政府称 核辐射水平已降低至正常 但之后 日本介者仍在核电站周围 检测到大幅超标的辐射量 今天年1月 科学杂志刊发夏威夷大学 马诺阿芬校海洋生物学家 李奇蒙的研究论文称 西市之后排海的核污染水 仍然比自然状态海水的污染水平 高出数千倍 政府说 这是唯一的选择 但我认为这不是真正的 而且他们在 华一年 我们在做什么 专业的掌握 真的 专业的掌握 如果我们的掌握 在沙漠中 我们的掌握 这个地方 要求三射 许多 我们的掌握 你 看 我们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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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德国海洋科学研究机构指出 福岛沿岸拥有世界上最强的洋流 从排放之日起57天内 放射性物质将扩散到太平洋大阪区域 三年后 美国和加拿大将遭到核污染影响 十年后 蔓延至全球海域 此外 根据日方的数据 日本福岛核电站所依靠的多核素处理系统 从2013年至2022年 共发生包括设备腐蚀 潜处理设备过滤器 排气过滤器等 至少八次故障 该系统长期运行的可靠性存疑 日本政府在没有充分论证 其他处置方案的情况下 单方面决定将核污染水向海洋一排了之 这种为了本国私利 损害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做法 说服不了国内外民众 在路透社看来 日本执意排海的勇气 还来自于美国的背书 随着日本的排海设备开始实运行 6月1号 美国加州网络影视巨头 奈飞公司投资制作的大片 核载日月高调上映 而就在日本政府公布排海计划的前一天 2021年4月12号 美国国务院在官网发表一份相关声明 措辞可谓用心良苦 在目前独特又具有挑战性的局势下 日本政府对不同方案和后果进行权衡 对于所作决定保持透明度 似乎采取了一种符合全球和安全标准的办法 目前在全球各国中 只有美国对日本的排海计划 只公开支持的态度 在日本政府宣布排海计划前不久 日美两国刚刚在东京举行了2加2会谈 拜登选择了让日本的核污染水放任自流 而日本岸田政府为了长期执政实现大国梦 利用美国核国际原子能机构 当作排海的护身符和通行证 罔顾民意 强行推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这不禁让人想起20多年前 日本政府同样在大国梦的驱使下 曾一度将日本刷绿 1997年 在日本京都举行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三次缔约方大会 COP3气候峰会上 由日本牵头 全球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 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 温室气体排放 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论书 英国卫报评论称 这是全球第一次认真试图摆脱 化石燃料的尝试 日本随之成为了 全球节能减排的模范生 然而三年后 2001年 美国总统布什 刚开始第一任期 就宣布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 理由是议定书 对美国经济发展 带来过重负担 2009年 随着四代危机席卷美国 在经济危机面前 民主党总统奥巴马 彻底放弃京都议定书 在气候问题上 美国言而无信 不断变脸 日本政府基于京都议定书的 相关环保项目 也随之进展缓慢 据日本环境省 2022年的数据 可再生能源 仅占日本能源产生的 20% 明显低于 七国集团中 德国和英国的水平 在2022年的沙姆沙一赫 COP27气候峰会上 气候行动网络组织 还特地授予日本 一项极具讽刺意味的 化石讲 卫报评论称 在京都一顶书 签署25年后 日本的气候政策 未能建立在京都的遗产上 无庸置疑 日本将核污染水排放入海 是在向全人类转嫁核污染风险 危害全球海洋环境 此举既不负责任 也不得人心 作为日本的邻国 我们希望日方及时止步 不要造成覆水难收的局面